冰雹來襲 狂風咆哮 宛如末日電影場景 惡劣天氣降臨美國東部 從阿拉巴馬到紐約 多地遭猛烈風暴 雷擊 強降雨和龍捲風襲擊 不但造成超過110萬戶斷電 還有兩人不幸罹難 我的鞋子和椅子 離開了前面 我有幾個瓶子 我簡直走到前面 我看到樹架出來了 然後我就覺得 天啊 所以我和爸爸 走過來 跟鞋子和鞋子 保證明大家都沒事 沒有人傷害 謝謝神 沒人傷害 當局對十週發布龍捲風警報 壞天氣主要以破壞性強風 和龍捲風為主 共計影響約三千萬人 汽車泡水 樹木壓倒房子 美國國家氣象局也數十年來 首次將華府風險 提高到第二高層級 我們正在等待 人們可以從他們的車子 可以帶他們去家 或只帶他們去吃東西 例如我們家的學校 都在開放 不只是保護 但如果人們需要的餐 因為那些人 昨天晚上的生命都被救了 風暴也造成上萬次航班取消或延誤 空中交通受衝擊最嚴重的城市 落在亞特蘭大 紐約和華府等等 官員表示 此次美東極端天氣 是近一段時間來 影響最大最惡劣的天災 修復電纜線 民眾手把手收拾殘局 指望早日重建家園 大海新聞落著進編譯